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接下来这个行阿来的美食 我们要带您到台北木栅的九康街 这里有一家就藏在巷弄里头的小餐馆 往往经过的人都会忽略它 但是总是会被优美的歌声所吸引 原来这家店的老板是一位美声的男中音 常常在店里头随性就唱起歌来 不过真正伴随歌声的是老板娘相当拿手的家常小菜 每桌必点的是这道火烤台湾鲦鱼 都是他们自己家养的台湾鲦鱼 所以坚持是没有土腥味的 经过很简单的盐烤就是最鲜美的滋味 哎呦进来就知道了啦 推高门店内好热闹台上歌声高唱激昂 这是来到了歌剧院吗 原来台上的男歌手就是老板嘛 他同时也是国家合唱团的男中音 这家餐厅就是他下班后的另一个舞台 仔细看看四周都是每次装潢 让人以为卖的是异国料理 但餐桌上出现的却是很跳动的中式家常菜 先能多吃的火烤台湾标 客家风味的老菜脖鸡汤 中西风混搭的小餐馆 却因为老板美妙的歌声以及豪迈的个性 即使位在台北闻山区的九康街 偏僻的小巷子内人气还是很旺哦 气氛很好啊 然后在用汤大家聊天 他都帮我们当作朋友 然后那种感觉很好 这么欢乐的气氛以及评价的家常菜 你相信吗 只要花五千块钱就能把全场15瓶的空间 统统包下来 享受VIP等级的服务 真的很棒 他这个地方啊 就是包吃饭啊 而且是这么高级的料理 还有加上有卡拉OK的设备啊 然后整个的时段啊 包下来只要五千块 真的比去KTV都还便宜耶 那我觉得开一个店 它如果纯粹是个对价关系 就是客人来这边花个两百块三百块 跟你好消费完就走了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没有意思 来这边的所有的客户 我都把它当成朋友 就基本上这个朋友的感觉 就是来这边 你把这边当成自己的地方 老板把客人当朋友端出来的美味 讲究的是诚意 老板娘好少从小到大 跟着母亲到处板斗 一生的好手艺让客人一吃成主过 每桌必点的火烤台湾雕 为了追求新鲜 就将台湾雕 样在自家的后院中 等待去除土味 在限点限杀 这条是属于那个 五锅鱼 台湾我们特别去把那个在研发的 这个叫做红泥螺 就是从那个 它的肉质其实跟五锅鱼差不多 而且长相也差不多 但是它卖相非常非常好 它也比较贵一些 其实红泥螺就是红色的五锅鱼啦 将它去零后简单地抹上盐巴 送进烤炉二十分钟 鲜美的人气招牌出炉咯 经过火烤淬炼的红泥螺 全身上下散发出诱人的鲜美滋味 轻轻一夹 细嫩的鱼肉就与鱼神分离 仔细看鲜肉里还藏有微微的肉汁 新鲜度百分百 因为它这样整个包起来 它的汤汁都包含在这个肉里面 它都没有烤干 所以它真的很鲜美很鲜甜 处处充满惊喜的一家店 老板还将自家的鸭香宝 三十年的老菜脖搬出来 这珍贵在于煮完后 可就再也吃不到咯 那以前常常我们在床下 床底下都会放一些 我们的这个老菜脖 或者一些其他的 我说我叫回去巧画买 去找看看 还有没有那些东西 说我要我要我要 就它酒喝完以后 过了快一个月以后 他打电话给我说 他找到了一瓶一大瓶 好 这一瓶我整个瓶我要 目前我们也只有这一瓶而已 用得来不易的老菜脖煮鸡汤 虽然颜色有点不讨喜 黑妈妈的一片 但汤一入喉 香醇的味道 马上让你感受到 三十年菜脖的魅力 它是有那种客家的那种菜脖那种 然后加上有一点 有一点一点那种 中药的那种骨汤的感觉 蛮爽头的 热情的豪歌与害羞 但手艺一流的好少 两个人的组合天衣无缝 虽然这家店开不到一年 但迅速累积的人气 就跟这首歌一样 我的天宣不够的 太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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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美了